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新造型惹粉丝争议 一套谬谬一套个评价各不同 杨子同兴出道,本就国民知名度极高 近几年随着欢乐颂天机之白蛇传说 香蜜沉沉浸如霜等剧的热播 让他一跃成为小花中的实力派代表人物 今年暑假当的亲爱的热爱的 更是掀起全民追剧热潮 童颜夫妇成了国民心中最甜的CP 每每看到姊妹和献哥出镜 总忍不住露出以母笑 风头正盛的姊妹 并没有因为事业的火爆停下敬业的脚步 这大概也是她能一直成功的原因所在 近日,姊妹现身电影《烈火英雄》首映活动现场 两套新造型都延续了她近期的清新优雅风 兼选用简洁干练的衬衫搭清雅之性的半裙 可没想到新造型竟惹来粉丝争议 一套谬谬一套Gucci 评价却各不相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姊妹Gucci的造型 米色的暗花衬衫搭配前黄色绿波纹半裙 整体色调的搭配初看非常清新简约 落落大方非常优雅 但仔细去看会发现 衬衫与半裙的色调并不是那么和谐 亮面低米色衬衫略显暗沉 在灯光映照下 已接近银灰色的Feel 上身效果会让人显得精气神没那么足 高级时髦感到挺不错 也有可能与姊妹的发型有关 略显繁琐 下身搭配的前黄色半裙本 可以让整套Look升华 但绿色扎染的波浪图纹中 合了裙子浅黄肌底的明媚活泼感 致使整套造型没有达到上暗下亮的视觉效果 白色绑带高跟鞋搭配的也不是那么高级 有一种太过普通随意的Feel 所以Gucci的造型并没有发挥出姊妹的气质和个性 优雅端庄的造型与俏皮甜美的发型也极为不搭 所以粉丝与网友的评价并不高 接下来再看一下姊妹谬谬的造型 裸粉色的衬衫搭配黑色褶皱蕾丝半裙 甜美复古中戴丝神秘浪漫的感觉 十分的迷人 这套造型相比上套Gucci好评率要高很多 起码色调的搭配上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就朵朵来看 发型与服饰真的不是很搭 与中餐厅的造型相比 差距实在太大 建议姊妹造型师多像芒果台造型师取经 从现场图可以看到 姊妹这套造型的衬衫 要比上套Look的版型和设计更添少女感和甜美度 泡泡秀和娃娃领的点缀 让姊妹俏皮活泼的气质得以展现 但这也因为谬谬与Gucci的调性不同 时尚的追求领域不同 所以这一点并不能怪造型师 下身搭配的蕾丝扮裙 采用了褶皱花边的设计 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体的鲜活灵动 色调的搭配呈现了很经典的上浅下身风格 所以整体来看并未出什么大错 挺优雅清新 两套造型相比 确实这套比较出彩 但发型师真的不需要反思一下吗 这个发型着实不好看呀